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将上海崇明东滩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崇明东滩 位于中国超级大都市上海的远郊 亚洲第一长河长江的入海口 这片滩图湿地 对于迁徙的鸟类来说 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它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里是鸟类的家园 每年春秋两季 近五千万只水鸟 辗转于东亚 澳大利西亚千飞通道上 这是全球九条千飞通道中 物种承载量最大的一条 面对全城数千 甚至上万公里的满满长途 多数鸟类无法以口气抵达目的地 必须找到中途停歇地 恢复体力 而位于中间节点的崇明东滩 正是它们急需的一战之一 长江河口堆积的泥沙 孕育了丰富的底气动物和滩图植被 也为鸟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 众多鸟类汇聚一处 它们各栈所长 根据提形大小 腿脚长短 尤其鸟汇形状的差异 争得一席之地 黑脸皮鹿 长着一张让人过目难忘的扁嘴 这是一种宾威的珍稀鸟类 全球数量不足七千只 它们体型较大 能够靠近潮线迷失 在浑浊的潜水和泥塘中 依靠敏锐的触觉不停地摸索 横玉类的提形 比黑脸皮鹿小得多 它们喜爱退潮后的贪图 几种少玉的标志 都是万万的长嘴 它们并不着急盲目摸索 吃之前 还会洗去污泥 显得优雅而静致 更靠近岸边的是身材最小 嘴最短的横玉类 比如铁嘴杀横 由于体型小 稍大的螃蟹种类就不好对付了 它们依靠出色的运动能力和势力 四处出击 在坛土表面密实 一些小型蟹类 大小如豆 正是适口的食物 就是依靠演化富裕的能力 不同的鸟儿 在不同的地点 寻找不同的食物 找到了合适自身的生态位 多年来 全世界的鸟类工作者联合起来 开展了一项工作 环制 在鸟儿身上安装表达特定含义的标志 方便在野外观察时定位它们的行踪 我们崇明东滩的话 就是上黑下白 像有些大型的鸟类 我们就会给它的白色起标上面 加一个数字字母 可以在野外的话更清晰地看到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崇明东滩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四十多年来 环制总数超过五万五千只 尤其是横域类的环制 占中国完成数量的百分之九十 成为中国横域类环制工作的代名词 完成这样的壮举 不仅依靠中国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与支持 同时也是因为崇明 拥有一项独特的捕鸟技术 清晨五点 东滩保护区的环制小队也出动了 师父金伟国带领着他的徒弟高千华 他们要赶在鸟儿密室最活跃的时机 到贪图上布设机关 来 恭喜姐姐 好好好 金伟国今年六十岁了 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他的捕鸟技术是祖传的 布上鸟网之后 除了等待 金伟国还有绝火 手中一只特制的竹哨 是他自己做的 能模仿三十多种鸟叫 他用哨声与空中的鸟儿对话 仿佛在说快来快来 这里有好吃的 在他的召唤下 路过的水鸟纷纷降落 方案简单却非常高效 最高纪录一天能捕捉并还制三百多只横鱼类水鸟 这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的水平 有了这些工作 能更好地了解鸟类迁徙的东台 做好宾威物中的保护 这就是崇明东摊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 同时也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 上海的境内 弥足珍贵 值得每一位自然工作者 科学家 以及普通市民 共同守护 因为这是鸟类和人类 和谐共生的家园 民族市民 人类和既然 民族市民 请不吝点赞 yne